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风未来其实已经要在菲律宾陆地登陆 然后到明天晚上以后会到南海 持续向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 第八号台风直接影响我们的机会并不高 但是它的外围云气在星期三星期四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另外一个热带性地气则是距离我们比较远 还有3000公里的距离 所以这个系统我们会持续观察 至于明天的天气 明天的天气像刚刚所提的 受到第八号台风外围云气的影响 在花莲 台东 恒春 以及南部地区会有一些短暂下雨的现象 其他各地早上天气都不错 甚至温度比较高 预估明天中部北部的温度比今天来的热 高温有机会上升到35 6度 所以先提起在中部北部的朋友 外出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不过中部地区在中午以后 一样会有午后雷震雨会下下来 提醒大家 明天不论是花洞以及南部地区的连续降雨 或是中部地区午后震雨 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或比较大的雨是气象局会持续观察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好 所以说明天中部以北 白天的气温都很高 不过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东南部 南部跟东部地区会有短暂震雨 而在中部地区午后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 北部地区多云道晴的天气 最低温29度 最高温36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27度 最高温35度 南部地区下雨的机会比较多的 最低温28度 最高温34度 东部地区最低温29度 最高温33度 北岛地区多云道晴 最低温28度 最高温33度